好,我們就來實際做一做題目 30毫升90度吸熱熱開水 加入20毫升10度吸熱冷開水 不考慮熱量散失 很多題目都不要考慮熱量散失 沒有散熱問題,那就簡單了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沒有散熱 放熱會等於吸熱 然後呢,請問多少 暫時不用管我們的水熱比熱 我們還沒有出現比熱問題 好,平衡度多少?吸放熱多少? 好,來 一杯冷水加一杯熱水 會變成一杯溫水 兩物相接觸最後必達熱平衡 末溫是一樣的 末溫一樣,都是T度C B度C,最後必達熱平衡 在轉移的時候,是從高溫轉到低溫 然後呢,條件是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這題沒有散熱,所以只有放熱跟吸熱 誰會放熱?高溫的會放熱 誰會吸熱?低溫的會吸熱 如果你要用過溫減出溫那種呢,你就不是相等 是加起來等於0 放熱加吸熱加散熱等於0 放熱會變負的,吸熱會變成正的 加起來是0,OK? 那我們用的是高溫減低溫 就知道高溫的會放熱,低溫的會吸熱 那怎麼算熱? x等於2mΔT 好,就往裡面帶吧 往裡面帶 放熱,30毫升就是30公克嘛 水很簡單嘛 體積跟質量的數字是一樣的 因為密度1嘛 然後呢,高溫減低溫 原來90,末低末溫S嘛 另外一個呢,就是20毫升是20公克 然後高溫就是10升到S 所以S-10 OK嗎? 看來懂這怎麼列出來的嗎? OK 好,然後就是數學囉 認證5度算 這什麼意思啊? 末溫58度 平衡的末溫是58度C OK 那因為末溫58度C 你就可以去算 我的C放了多少 我這裡算放熱 我這裡算放熱 這跟誰一樣 跟C的是一樣的 你算C的這個答案 就一樣 所以你就知道誰對誰錯 M對 其他都是錯的 你就知道M對的其他都是錯的 OK 就是一個簡單的立體 告訴你們兩個混合之後的末溫怎麼算 想法是我們前面交溫的幾個 可以嗎? 可以 換你做看看 哇,追了 這裡有個公斤 理論上你要換成公克 但是如果你左邊跟右邊通通用公斤不換也 可以 不換也可以 他是倒過來 我最後要40度 問你我要加冷水加多少 他是已經知道最後是40度 知道問你要加 但是寫的算式是一樣的 只是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而已 那請問你 這樣要加幾公斤呢? 停車戰界問 要找一個可愛的小女生嗎? 有人要志願回答嗎? 沒有 沒有人要志願回答 他就用抽的 9號 有嗎?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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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號大小姐 欸? 你坐下去了 答案呢? 你答案選出 請坐 你答案選出了 一樣 不同的東西混合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 最後變成一杯溫水 兩物相接住最後必答 熱平衡 末溫都一樣都key do 然後呢 過程中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沒有說 就當作你沒有散熱 就是放熱會等於吸熱 夠怎麼散熱? H等於M ΔT 然後就往裡面帶 誰放熱? 高溫放熱 誰吸熱? 低溫的加二十度吸熱再吸熱 所以 放熱的 我這裡是有把它換成功課 我這裡是有把它換成功課 所以一公斤要乘一千換功課 然後呢 原來是八十降到四十 所以八十減四十 然後另外一個呢 不知道幾公斤乘一千 換成功課 原來是二十 升到四十 所以四十減二十 高溫減低溫 然後就開始做 削一削 砍一砍 所以答案就是兩公斤 所以答案算出來就是兩公斤 好 就這樣做 這是一個簡單的基本提醒 東西混合之後的末溫是有多少 那麼未來等公式變得不一樣的時候 雖然公式變得不一樣了 有加上比熱了 但是基本想法還是一樣 基本上還是一樣的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